就是相传啊 以前秦始皇 他统一了天下以后 他就想要长生不老 所以他就听说呢 在东阳有一个岛国 有一种千岁果 人只要吃一个就能活一千岁 他就派了徐福 飘洋过海去找这个千岁果 那据说呢 徐福飘洋过海去 还真找到了这个千岁果 找到了以后他一看呀 坏了 他想没法交叉了 千岁果是真的有 可是呢 他不敢带回中国来 给秦始皇吃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千岁果 就在秦始皇的老家陕西 漫山遍野都是 就是一种野果子 在老家就有 就踏破铁鞋 无名处合来 全无废公 原来家风口 家风口好像有是吗 对的 所以据说这是传说了 就说所以徐福不敢回国 就留在那边了 是不是吃了呢 不是那这到底是什么果 还能千岁果 不会就是他吧 就是他 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好眼光啊 我觉得通过这个传说 是不是也能透露出来 这名后的孩子 他营养价值是很丰富的呢 是的 因为时至今日呢 在那边还有很多人 把他称为千岁 所以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人们历代的吃 他就发现 他确实对人健康长寿 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为什么 其实你看啊 我们平时很多人 平时就喜欢吃一把 各种营养药片 有没有这种人 对对对吧 维生素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各种各样的钙片都要吃 有的时候那药吃的 比饭都多 对 因为就是饭得少吃 觉得得减肥 营养片觉得都得多吃点 对 但这种人工合成的药片 其实它跟天然的营养素 是有很大区别的 假如您真的很在意 想要每天 吃这么多的维生素的话 那我就建议您 吃猕猴桃 因为猕猴桃 它所含的 维生素C 维生素E 钙 钾 铭 纤维素 甚至于还有一些 抗癌的营养素呢 都比大多数的水果要丰富 营养这么全面 非常全面 我们就以VC为例 如果说一个人 一天需要多少的VC 我们想要摄入足够量的话 您一天吃几个猕猴桃够 猜猜看 几个 那怎么也吃五六个 我觉得得俩 一个有点 一天的VC摄入量 我觉得五六个 我觉得得俩 我觉得得吃二斤 大二斤像话 不能吃很多 您吃半个就够 半个就够 半个 对 只需要半个 我们这一天的VC就足量了 天哪 那我每次都一顿 能吃出好几天的VC量呢 那个也没关系 我说的是 人一天必须摄入的量 那你如果吃一个吃两个 也没关系 原因是什么呢 VC是水溶性的营养 你吃多了以后 它大不了就是排泄掉了 没事的 对 所以这就是猕猴桃 它特别好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 我说它适合过节吃呢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吃水果 有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就我们都讲好多遍 维维你说 饭后吃 那个张生理说 饭前吃减肥 饭前吃没问题 但是咱们也得隔半个小时 饭后得俩小时之后 对 对了 所以就说水果 是应该在饭前吃的 不要吃完饭 再来上一个果盘 但是呢 有一些水果是非常特殊 它是例外的 猕猴桃就是其中之一 它是要饭后吃的 饭后吃 对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含有一种蛋白酶 这个蛋白酶就是 平时我们做那个肉 加过嫩肉粉没有 加过 那个就是蛋白酶 它是让肉变得更嫩 所以猕猴桃含有这个成分 当我们饭后吃猕猴桃的时候 它帮助我们消化肉食 有点山楂这意思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过节的时候 来吃它 因为过节大鱼大肉嘛 你吃点猕猴桃很好 而我们不提倡饭前吃 是因为如果空腹吃呢 这个蛋白酶就会损伤 我们的胃黏膜 对你没有食物 它也没得消化呀 对的 所以这是猕猴桃 为什么过节吃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特别节酒 节酒 对 而且过节的时候 你看大家会喝很多的酒啊 有的人还抽烟 它对于烟毒酒毒 它都有一个解的作用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过节的时候 大家要上一个饮品 就上这个 猕猴桃汁 猕猴桃汁